台湾的防疫表现粗色 不过昨天下午疫情记者会上 忠实的记者质疑台湾市控制筛减量 制造假象 这让指挥官陈时中 罕见的打断记者的提问即刻澄清 感染科医生李秉颖今天说 这样的提问无知无耻愚蠢 向来有问必答的指挥官陈时中 听到有忠实记者 跟风中国人民日报的评论 质疑台湾的防疫造假 罕见动怒直接打断提问 那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是要持续透过 就是以控制筛减量的方式 每天维持六七百件的这样的筛减量 不让确诊总数增加 呈现出台湾现在还没有社区传播的假象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个假象这句话我觉得你这样讲是不对的 这有科学的证据在做所有的这样的疫调 你这样讲这疫调的语言是不公平的 话说得很重 就连放下麦克风后 陈时中依旧脸色铁青 难以平息 医见也看不下去 感染科医是李秉颖 痛批这样的提问是无知无耻和愚蠢 那个叫做无知无耻愚蠢 那个必须要被谴责 我觉得说他到底是不是台湾记者 台湾记者每天如果跑新闻的话 你应该很了解台湾的状况 你怎么会说我们故意裁减数减少 然后把确诊病例数减少 那个是中共发生的事情 它没有发生在台湾 难道你是你应该这个问题去问大陆啊 称赞台湾是最认真裁减的国家 认真到其他国家都想学习 反而质疑中共在打乌贼战术 要拖大家下水 川普也说这叫China Chinese virus 他们被惹火了 因为现在中国在打乌贼战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 这边来他想要去制造一个风向 怀疑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 但是要把大家都拖下水 我觉得现在他也想要把台湾拖下水 其实话题从前一晚就开始发酵 网友们动美雕疯狂用留言洗版中石粉砖 大骂又是中国时报 要这名记者出来道歉 怎么不去问中共有没有造假 也有人反讽 中石记者很棒 有听祖国的话 甚至有网友秀出外国数据 台湾的检验人数在33个国家中排名第九 直接用数据反驳造假的质疑 新唐人亚海电视综合报道 其实你本身就能不能救一下 你又还有人的地壇